新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了她2017年的司令報告 一起同行擁抱希望分享快樂 很多人都說買了房子就快樂 是不是呢 其實我覺得買了房子可能是痛苦的開始 因為你要擔心息口又如何 然後每個月有一大筆錢拿去供樓 我也有趣 有些人說是否政府迫市民上車 其實有得迫的嗎 即是你要有錢才能上車 不要說到好像沒有錢然後你迫我上車 但我們今天想說 然後呢 你買了房子 你看出去看到什麼 走出門口看到什麼 那樣都很重要的 那些才是生活 如果你的生活只是躲在那四步牆裡面 其實都不會開心的 都不會一起快樂的 其實很多左派的議員都會說 如果我們的居住空間只是一個很純粹的睡房城市 那其實對香港人的居住質素 都不會是一個很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專門做這個節目做過一件事 政府還沒有做過我們先走一步 就是他們的政策創新的機構 我們說不如我們嘗試找一些年青才俊出來說一下 今天有三位對空間 特別是公共空間都很有研究 我知道有些都上過你之前的節目 沒錯都是903國民教育的嘉賓 施政樂地中今天有三位嘉賓 排名不分先後 先有拓展公共空間的顧問 也是一位註冊城市規劃師 就是Jeffrey有黃寶傑 Hello 大家好 然後在他左邊之前我們也訪問過 就是香港性工會福利協會的後目發展總監 黃建明的Robert Hello 你好 Robert做了很多公共家師 但其實他不只做那件事 其實我們今天想講公眾參與 是 那樣都很關鍵 最後就是香港建築中心的副主席 Tony 葉仲文 你好 我們整份司令報告都講不完 所以我們也要分很多人講 但剛才我也開了一個題 就是有得住 你也希望住得好 不是有得住就足夠 沒錯 那份司令報告我想到今天為止 輿論都是關心上樓的問題 我們就是關心下樓出門口的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下樓出門口 你希望看到什麼 那不如先跟Jeffrey說 因為Jeffrey未上來 我們是之前 Tony和Robert都講了很多 你作為一位城市規劃師 你覺得這份司令報告有什麼 是值得年輕人留意的 其實就是那句 香港土地和房屋供應都很緊張 所以現在看回 其實我們究竟的公共空間夠不夠 如大家所說 下樓之後 其實你看出去的是一個商場 還是一個比較開闊的公共空間 這個其實都很重要 但是似乎在這份司令報告裡面 又未見到有太多著墨 去講到 我想都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Jeffrey和Tony 其實都會在接下來 那個香港深圳的商連展 建築商連展 都會做一些幾特別的事情 那哪位講一下有幾特別 以及會由什麼方向去探索公共空間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主題 叫做城市執山 之留得青山在的傳奇 其實這個都有些意思 就是我們城市有幾靈活性 有幾可以善用到的空間 盡量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然生態 那城市執山也代表到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的生活 甚至我們居住的環境 就算住得更小 其實也可以住得更好 我們的主策展人 經常拿一個比喻就是一部iPhone 不要以為iPhone的樣子 不是很出眾 其實裏面什麼都有 這正正代表了我們香港的設計 好了 又問一問Robert 其實如果說執生 我覺得這個生字也很重要 生可以是靈活的意思 但亦都是另一個發音就是生活 生活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畫很多東西 你可以做很多東西 但你不生那些東西就會死 可能你沒有想過人在裏面 這個空間其實是怎樣生活的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有一些城市的規模 畫得大到不是人的比例 為什麼要過六條天橋 才去到一個街市 沒事吧 老婆要去 有些城市過一個馬路 是過六條行車線的 這個城市也有些區域是這樣 例如你說高雄 那時候說台北和高雄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台北過一個馬路是三條行車線 已經叫做盡了 但有些去高雄 我由一個地方去 白鳳公司去對面那間咖啡 我要過六條行車線 我走慢一點也不行 因為有些東西 是你在地圖上看得很漂亮 沒錯 比如說手刀設計 比如說北京 你走天安門 你走天安門 你也是有時間走的 但是你要去找飲品 或者去廁所就大件事 又或者比如說巴西千刀 巴西是世界級設計 但是你嘗試在裡面 上班和買東西吃 那些公務員真的是叫苦練天 因為其實他沒有遇到地方吃東西 不過是很漂亮的設計 所以我就說生是包括生活 而生活就要跟Robert上次說的 那些公共家事 其實怎樣去令到你那些公共家事 善用空間的設計 讓市民明白呢 或者讓市民參與呢 這個正正是一個我們叫做 硬件和軟件 很多時候是分開的 通常硬件可能是一群建築師 工程師 設計師 設計師 然後放進去 軟件永遠就是人去用 人去用 這樣跟他們有溝通也好 沒有溝通也好 通過圖紙上面了解多少 有多少機會可以改 這個也挺重要的 最好就是硬軟兼備就最好 硬又不要太硬 硬就有點軟 你意思是誰不要太硬 當然硬件沒有太硬 加一些人性化在裡面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到 所謂政策的寫 政策的人 其實他在想那個結果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想用的時候是怎樣的 絕對 例如政府總部外面 其實他在想的時候 覺得很有綠色感 又看著海 又很漂亮 但你往往去那裡睡 我們那次去做訪問 就在草地上坐 然後那些姐姐就問 其實你們在做什麼 看到我們兩個男生 就以為我們在做什麼 然後就趕我們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常有發生在香港 我們不如聚焦看 例如施政報告 第27段 其實也有說到我剛才所說的 第27段 就是地方行政的 所謂由下而上的部分 裡面 我們之前也說過 說得太多 撿垃圾 打擊 店舖左街 垃圾蟲 所謂被一條路走走 但是我自己覺得 當中第27段 第四款寫到 善用各區限制土地 按區議會的建議 盡量開放並美化 暫美發展的政府土地 作消限和休氣之用 開放給一些政府組織 以及藝術團體 這部分其實就是 剛才所說的 如何把東西更生 因為那些空間 原本我們所說的 是死的空間 等電梯就等電梯 門口用來擺 全單就用來擺 全單 但其實真的浪費了那個空間 我們之前也看過 其實是可以開放的空間出來用的 三位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腦震蕩一下 可以怎樣用呢 通常這些位置 我覺得最好不要一來 就問怎樣用 你是NGO 我帶著一群老人家 帶著一群青年人 一群小朋友 對設計空間 這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我們要用公共傢俱呢 是比較容易的 你是一件傢俱 不過放在公共空間 就是公共傢俱 設計的 在戶外 你意思是不要想怎樣用 不要想著 先引它去 先去 然後我們就想一些 他明白的語句 家具人都明白 家具人都有家具 不過放在室外 你這個真是很存在主義 存在先於本質 一定要先放下去 放下去 再想怎樣用 其實你這個似鬼怪料 但是 你怎樣引人進去 是不是真的明白 還是其實那裡平常都很多人經過 不如抓住那些人問 其實你覺得這裏怎樣用 都不是的 你也要把一些東西引他們去講 例如呢 例如我們會放一件 真的很有趣的 有點像公共藝術 不過我們就功能性多一點 真的放一件戶外傢俱 好像兩張椅子 一個小艇 就這樣坐 那些人就會坐很悶 然後開始有些小朋友 例如有個孫子 有個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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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想一起玩 究竟是可以怎樣玩 這些位置可以引到他們 去開一些 怎樣使用公共空間的 一些靈活性的位置 因為你說的 剛剛這個概念 我也想問兩位 做雙年展 其實現在的公共家師 或者公共藝術 或者公共雕刻 那個概念 跟我們香港 七八十年代已經很不同 當年就找些大師 買些很貴的東西 就放在噴水池 或者平台方面 哇 很高度 不是那裡 我講的是 我那個年代 叫康樂大廈 那些 我免得幫那些公司 買廣告 那些作品 但是現在我們講 公共家師 或者公共雕刻的概念 反而不是講實體 而是講的 空間 大家一起去塑造 那個刺了的地方 其實就是個雕塑 你放了一樣東西 其實就是拿走了那個空間 那這方面 會不會就是 怎樣撿生 我撿一些空間出來 其實你在強調一個參與性 我是做環保建築的環保建築師 我很想在香港提倡的 就是社區苗圃 社區種植的地方 社區花園 一個很小的空間 你給回當地的社區 當地的老人家 小朋友去做一個種植 這個大地可以提升 他對這個地方的 思想of belonging 即他每天都要經過 歸屬感 每天都要經過 每天都要灌溉 每天都要知道 那裡有些事發生 就可以聚到一班人 這個公共空間 不是一次性 其實台灣很多 其實全世界很多人很多 在這裡 都是在講管理權 空間真的在這裡 你有沒有機會 可以讓他們去用 因為他們那些鄉里 是很喜歡種植物 其實日本也是這樣 韓國也是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但是你在香港 其實你很難這樣 是不是 如果他們說 你擺在公共空間 那些東西 誰管 我被人偷了 你走來投訴 我怎麼辦 你盤花被人偷了 你走去找 區議會投訴 這樣才算 區議會說 每個人都可以拿 那怎麼辦 其實都是 你會把那個空間 回到那個社區 譬如這個屋苑的 或者那個學校的 譬如有一個NGO 幫忙去管 其實現在很多市民 都去租一些格子田 去到工廈上面 為什麼 因為他們想接觸大自然 即是 跟大自然有一個聯繫 但你意思是 官方團體 可能是某個處 或者區議會 他怎麼管你呢 可能他怕上身 或者其實 不能不上身 你怎麼都要做 其實就不需要管 譬如你那裡有一個 你租借給相關的人士 這兩個月份 他負責去管理 這個家庭負責管理 甚至這個小朋友 負責管理 為什麼什麼都要管理 即是不要睡覺的時候 突然有兩個阿嬸 走來問你兩個在做什麼 那些無謂而止 對於香港的公共空間管理 其實是最難的部分 那怎樣拓展公共空間 你作為一個拓展公共空間顧問 Jeffrey 管得太多了 即是香港的公共空間 很多時候 都不是矛盾直指康民署 但其實都很多時候 你講完就是了 都可以的 其實很多時候 康民署都有進步 剛才說起公共藝術 其實今年康民署都有一些 因為二十周年紀念 很多一個 就放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實他們都有進步 分享一些經驗 就是剛才進入社區 如何跟社區的人士 一起創造一些公共空間 就是我們有個例子 就是在油麻地的公園 跟街坊一起了解 他們需要 原來在康民署公園 究竟有什麼 的硬件配套 他們想加進去 原來最後是一張 動的椅子 因為大家知道 康民署公園的椅子 其實是不能動的 方便不方便他們吃飯 跟老友寄捉棋 吹吹水 所以那次我們真的 跟油麻地的街坊 再組織區議會 康民署他們 難得他們一起做 之後 就跟他們一起 創造了那張獨一無二的 可以在地上滑下滑下的椅子 但他們不怕一張滑下滑下的椅子 會有意外 因為他們有份見過 有份見過 當然是經歷了相當漫長的過程 建築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都經歷了一年的時間 去說服他們 要改變政府部門是很難的 去說服他們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的 重點是要改變政府部門 是很難之餘 你會不會放棄 你不放棄才可以滑下滑下 不然你就繼續死了 不過今次他們的 City Dress Up Program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試點 政府部門有它的框架 通過一個藝術項目的三年期 有一個review的時間 和創作的時間 我記得我在測試另外部門的關口 就是我要做一個1比1的Mockup 然後帶一群老人家去一個半個工地 你想想想在康民署的小工地 帶一群老人家去看Mockup 一個模型 即是讓老人家看看 真正的公共傢俱是怎樣的 是的 就是在他們真的落實的時候 即是有點危險性 但是 不過其實是一定要的 你想想不要說老人家 你等他到時整齊了再試錯才有事 那我就把特力拆掉去嗎 你等於那些公園 你等於小朋友發現沒有人玩的 都沒有玩的 你才拆掉去拆掉去嗎 透過這個過程 他對這件事有歸屬性 你應該是讓他玩到覺得 這件事很棒 那你才會複製去其他公園做 而且不止的 另外一個是藝術教育 因為很多時候 將我們一些建築設計的東西 去跟普通人溝通 未必每個人都會用建築 美術的角度 可能是功能性 什麼都功能性 清潔角度 功能永遠不會錯 很慢 很慢也很緊要 在藝術方面也差一點 我們也是在灌輸這些位置 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你覺得 舉例 有時候七八十年代 甚至九十年代 但凡有政府的房子 顏色就醜樣 設計就噁心 因為他不是在想 美與不美 他在想可能是最便宜的那一款 最便宜的那一款一定是怎樣 最沒有人買的那一款 最沒有人買的那一款 就是最醜樣的那一款 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現在我們要改變這件事 有兩件事 我都想掙取時間講 第一就是 你們講了很多想法 但我看到這份司令報告 其實劍和我都同意 他是用一些大結構 去吸納的 尤其是特首 他寫了一段 有些東西我要親自讀書 沒錯 但那些小結構 我覺得沒有 就是 怎樣由下而上 慢慢吸納去 吸上去 把你們的東西 那個機制吸上去 你說真是指揮 那個政策創新組 其實只有幾十人 未必夠 有沒有什麼建議 是真的可以做一些 吸納地區 你們這班人的意見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 多一些公眾去參與 多一些公眾去做實驗 其實剛才Robert說 City Jazz Up 那個比賽 我覺得那個關鍵是 有人不肯揹飛 那個是發展局揹飛 然後他就幫忙協調所有的部門 才可以有一個public art 有些新的嘗試 哪個部門的應投 不同的項目呢 這是第一 第二其實 在這份司令報告 有一個亮點 我覺得值得去鼓勵 就是他有一些叫pilot project 例如試點計劃 試點計劃 試行計劃 你不要理會將來的成敗 怎樣都好 你起碼先虧了 不同的地方 讓他試一些新的計劃 你這個點很關鍵 就是說政府不要再做一些 我想好 然後你覺得必贏 對 然後你覺得一定做得到的事情 然後做多一些實驗 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正如之前所說的 份司令報告還有很多事情 多謝Jeffrey、Robert和Tony